那你教大家几个句重庆话吧 呃重庆就是打招呼的话 男生一般就是甩锅 甩锅 甩锅 美女儿女生就是美女吗 美女儿 是不是叫美女还美女儿 美女不加二话音 美女 不加二话音 老海老海 哎哎哎哎哎 你们这老海是那个爸爸的意思 哎是是 哎 你听懂了 哈哈 哈哈 娘娘是阿姨的意思 娘娘 娘娘 叔叔呢 安可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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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才会是怎么做的 哎呦 这个是我们蓝蓝三国的大厨 老师好 老师好 我老师好 这个好 哇好香 来闻 这个柴火鸡 我们有三大特色 首先第一 蓝川鸡 这个鸡的品质非常好 第二就是我们这一个 辣椒 特色辣椒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蜜子的一个调料 里面有28味的那个香料 再加十八辣椒和本地的那个花椒 经过发酵十五天来的 嗯 对 香香香 我这辣的很香 哇 然后这边就是已经烧子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说姐姐来肯定不止一只 来 哇哦 好香 好香 流口水了 这个里面是加了排骨的 哇 加了排骨以后它的营养就更丰富了 更丰富了 蛋白会更高 而且这个汤的话是可以泡饭的 汤泡饭 汤泡饭 我流口水流死 迫不及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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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往这边 好走 重庆有啥很牛的农产品 方竹笋 方竹笋 对 方竹笋 它为什么叫方竹笋 你那边方的 瑶瑶这个话说的 那个竹笋就长得就是方的 是啊 我的方竹笋不算特别了解 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一直长大就听人说 然后那个盒子装呢 小时候也感觉挺贵的一盒 然后呢就是平时比较就像我们今天吃那个猪蹄 它就是炖的那个方竹笋 方竹笋呢就是炖出来那种腊肉非常鲜香 它是方竹笋干 对方竹笋呢是在金峰山上的 金峰山上 对比较多 山上的那种竹笋 然后属于是南串的一个特色 它那个笋的口感呢 你们吃今天有吃吗 有吃吃了 有嚼劲 对跟一般的嫩笋它不太一样 它不是老子弄了嚼劲 对对 哇都是山的 哇塞 山城 以前重庆很破 不是解放前解放前的时候 那个山城是最最明显以及最壮观的 就真的每一户那个农户落座在都是在山坡上 山腰间山顶 嗯不像那些平原 有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我发生挺喜欢的 就比较所以这个地形就导致了重庆人的奇迹很火 我发老子强扯一分 老子强扯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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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打你好爽 哇 哇 哇 哈哈 错了哥错了错了 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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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大哥 打大哥 大哥要我我不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们现在过江了哈 哇 什么墙 哇 哇这个桥好大 不是这个江好大 长江大桥 重现挺大的 好大 对 怎么没人开灯啊 喂开开灯呗 不是真的你看没人开灯 车也没有人开灯 但还没天黑呢 开着灯啊 咱这摩黑 不是说是一个摩黑另外一个就这个灯亮 咱这车摩黑的 感觉像9点了其实外面才5点 哦对其实外面还是亮的 你看车 你从司机那个视角往前面看 哦 外面还亮的 哈哈 夜景了 我们一直看夜景呢 上面租了个带摩的车 好 我们看下自己今天变题 哈哈 美食应该哥哥吃 还是弟弟吃 来吧 堂堂正正的哥哥们要太点讨论我们的变题了 工作组有一个重庆本地人 我也重庆人 你也重庆人 对我们两个重庆人 我们我们兄弟们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一口饭都吃不上吗 对啊或者家乡 思念家乡 重庆重庆就应该他去分配啊 我们都跟你来分配啊 现在今天吃的是什么菜 是重庆菜 你吃的是金鱼菜 你来分配就行了 现在是在哪里啊 发个订阅给他 哈哈哈哈 你拿这个架势给他们抄 哈哈哈 我们可以用我们日常的时候 其实就论证了我们点 但我是 十个晴天 我是老大讲的好老啊 其实刚 等我们两年多 一直自我介绍都从老大开始 这已经是说哥哥先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很很足的论点了 还有一个点 陈绍兮 在在来后的门的时候骂骂过他弟弟 叔叔阿姨哥哥们都没吃你吃什么吃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想想我们的口号开头的口号 就是开头也很很震撼的 对但是我我们我们先有必要给大哥先写一个 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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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咱说这个什么聚焦时代前沿 关注美食互联 我都写我都写 但我觉得重点是把他的气势给压下 因为都是姓氏 对 你看他们爽他们已经爽了 所以我们我们的稳 自己跟那种有有文化的我们稳一些 我们就赢了其实 嗯 黄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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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